你這個很高啊 你這個虛假 甚至訪言 那現在沒有 現在加一個逃避問題 立委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 毫不客氣 痛批高鴻安 當然是高啊 虛假 會有專業認真啊 政府強烈的對比 難道新竹市民是看不懂嗎 老柯我也認識大概二十幾年 平常你有看過老柯 在公開場合這樣打哪一個 我知道他最討厭黃國昌 可是也沒有 也很少也沒有看過 在公開場合用這種 攻擊性的資源 高鴻安包受一連串批評 自家主席柯文哲 想幫也難 他跟老郭跟我小柯 關係也不錯 人家說你要打高鴻安 好歹看看後面兩個老闆 老實講我對柯建民這些舉動 我是覺得很奇怪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有多奇怪呢 上來除了立法院議事攻防 不輕易出手的柯建民 罕見連續多天 青少火線劍指高鴻安 民進黨機器更動得厲害 展開一連串更圖抨擊 從高鴻安佔學歷爭議 再到他不懂新竹等 打好打滿 畢竟民眾黨縣市長提名四席 唯獨高鴻安後市看長 加上新竹市是柯文哲故鄉 一旦搶下 對柯文哲2024總統之路 無疑注入一記長心針 高鴻安或者說民眾黨 或者說柯文哲自己 2024年選舉也好 或者是今年的選舉也好 能夠拿到比較多的選票 大概都是在中間選民 高鴻安變成是一個主要的 這個假想敵 大概也都是企圖 是要在中間選票 或者是在淺綠選票 這一塊來講 做一個保衛戰 高鴻安新竹這帳贏或輸 對民進黨柯文哲而言 都是2024前進竹的關鍵指標 進行為謝謝吳俊偉採訪報導